哈啰 大家好 瑞丸です 这一张L-Up 悟空Jr 跟白吉他Jr 在那个永远不会结束的七周年Extra 当中 作为免费卡 推出出来啦 当初刚刚出来的时候 它的潜在能力 潜解的三维数值是平均3000元 然后当初官方也是有指出这边是出现了错误 会做修正 时隔将近两个月左右 终于现在完成它的修正了 变回平均5000值L-Up 该有的数值了 应该说免费L-Up 基本上的三维签截 都是给到5000 跟限定卡一样的待遇 这一轮竟然已经是修正完毕 平均值多了2000的提升 那么它的威力绝对就是会再次往上涨 绝对绝对的强悍 相信大家都还记着它的能力吧 攻击 无限上升 攻击 无限上升 攻击 无限上升 它的这个超毕杀 跟十二七毕杀 可以无限跌攻啦 所以连击可以连得到的话 那是最好 再来的话 被动方面 它可以普助 而且就是取得七五个以上 毕杀技追加发动 应该说必定追加攻击 并且中确立必杀技追加发动 这边就30%的激励嘛 悟空系普跟北极大系普的敌人存在的时候 又必定追加攻击 而且也是中确立必杀追加发动啦 那么它最大一回合 可以达到4次的必杀发动 可以叠4次的攻击 这是最大的 所以这边在潜能点上 因为是免费塔的关系啦 随意怎么点都可以 我个人是比较偏向多一点点的连击 但是会心也不想落效 所以就是14连12回将上下啦 当然连接跟之前一样都是满的 那么这一次就再把它给拿出来用一用啦 同样的队伍啦 就跟当初几乎是一样的 嗯 然后 基斗北基大赚啦 希望就可以比较发挥一些些 多跌一点攻击 但是 这一张 不啦 很危险 真的是危险 哈哈 其实CD会暴毕 不过就 先尝试一轮先 尝试一轮先 尝试一轮先 啊 Junior Junior的顺位不是太理想啦 Goku Junior Begita Junior 竟然站在了7号位 哈哈 要第三回合 他们才会首次增长 妈妈妈 这个也不算什么太大的事件啦 就暂时 我们暂时过渡一下就好 等一下的话 超市双人那边啦 就让他们两个走在一起 虽然说连接上可能会连不到 不过就 尽量不要让他们开到超必杀之类的 就可能开到12期必杀就算了 不要打太快 我希望能让 Junior 可以多跌一点点的攻防 700万的伤害 GT三人组 GT三人组也不知道 几时他们才会获得自己的极限战觉醒 其实是相当相当的有能力的角色来的 所以还蛮期待啦 个人而言 这边的话 嗯 好好好 开不到必杀吗 开得到 OK OK 然后 1 2 3 4 5 确保留5颗猪过去 可以吃得到5颗猪这样子 可以吃得到5颗猪这样子 好了 这边 好有财心大佬 哎呀 可以不要连击是最好啦 哈哈哈 OKOK nice 哎 没有连击 漂亮 然后这位也是一样 希望他不要连击 就普通打就好 普通打就好 不要太激动 哎 酷刀酷刀 哈哈哈 OKOKOK nice 然后布拉的回避能力 就希望 触发一点 哇 痛 OK nice 好 那么首次正式登场啦 跟GT三人组 5条连接 45%的攻击加成 20%的防御加成这个样子 然后有一个 30%的普通 Satay 初登场 18万的防御力 哎 已经来到18万了 非常非常的给力啊 有没有 那么 接着的话 就 让我们来看看一下 初始攻击 在一个普通的情况下 虽然说没有满气啦 杀391万 哎 不错不错不错 那么这边就第一发 必杀 叠第一发 再来联机 啊联中确力 中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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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 OK nice 这样子就叠了两次攻 我这一招 其实还蛮喜欢的 就 那个叫什么了啊 金属克维拉 100亿战士那一部 超赛悟空 跟超赛北吉他 他们两个 一起冲向那个 Metalukura的时候 类似 类似的画面啊 非常非常的棒 我个人还蛮喜欢 好痛 OK 解决 OK解决 同样的这一轮就 还是一样啦 尽可能的不要开到太大的必杀 尽可能 就 开招可以 但是不要太强 嗯 不要太强 要不然的话 就 两个Junior就没办法 跌到太多次数的攻防 攻击啦 嗯 防御力的话就是 触手越多次 他的防御力就会提升 主要就是需要触手7次啦 每一次触手 他的防御力会跌10% 刚才 上一回合就跌了4次嘛 等我们再看一下 下一轮是 布拉再次登场 只有攻击补助 没有防御补助 看看一下 他的威能会拉到什么低部 OK 超市双人 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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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其他的那个剃走的 那是好香 然后这两位超市的话 就一直放置吧 等到可能 蓝神 蓝神钻才来其中一张合体 这样子 OK 这边的话 就 一二三四 刚才说到了嘛 已经打了4次 22万的防御力 持有 而且没有额外的补助 没有额外的补助 单单是靠连接跟自身被动22万 以一张 免费L奥来说 是非常非常的优秀啦 而且这还没跌满 等一下跌满的话 相信会更高 相信会更高 这边的话 473万啊 这才是 L奥该有的输出力度 而且最大四连法 中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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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没有连击出来 不过 不过他的防御力 倒是叠满了 640出唤的攻击力 这个真的是 不错啦 GT三人组 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尤其是他的必杀动画 算是回忆感蛮满 直接把GT的OP opening做来使用 这个你要说不香 根本就不可能 对对对 30万 哇 哇 嗯 怎么样 都该要开到必杀吧 不然不开啦 不开啦 反正也不影响 这边就不开必杀 全部就留给下一轮 全部留给下一轮 当然如果他们自己推连击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不过就算连击也没关系 只要不会新 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这次的主场 就是两个Junior 数双人 not junior 我们期待已久的数双人 官方竟然是出在Junior身上 耶耶耶 不过他的那个2000的 三维数值的提升 真的是很有感 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啦 提升真的是很强烈 OK 这边就是已经是全满的状态啦 七次攻击已经达到了 然后有一个40%的攻防普通 杀32万 大家 已经跟那个 顶上的超赛达了 极限阵之后 是同一个等级的了 已经是同一个等级的了 素质 因为顶上超赛达 他也是需要开到 必杀之后 他才会有这个防御力 而我们的这个Junior 只要连接对上了 给他一点时间 那需要暖机 可是本身自带的那个连击功能就很不错 所以拉上来是拉得非常快啦 32万的防御力 我觉得是可以的 很够 不过攻击方面的话 就叠起来的数字 嗯 好像还好 不过来来来来来 第四发 没有 一二三四 第四发 第五发了 突 撞击 碎啦 诶诶诶 四连必杀 诶再来多一次 连那个浮动 看了都心碎 罵罵罵罵 只要有连到一次 我也就有阿里加泰啦 呵呵 喔喔喔 喔喔 段段心 诶 就结束啦 嗯 这边的话 我打算打出力一点 要不然 布拉奖很危险 嘿嘿 布拉奖很危险 所以就 诶 火力全开啦 哈哈哈 啥啥啥啥 这边的话 就火力全开 诶 主要就是因为 这个布拉 完全承受不住 嗯 真的是承受不住 而且后尾的打击 我算一下 两下 诶 那两下下去的话 布拉会死 所以就 让我们的 提鼠 超市爽人 全力发挥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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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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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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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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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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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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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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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3 那么让好友的直接超市狗吉他上去吧 不是很想要一口气把他给干掉 不需要额外开道具啦 打残就好 低杀在这边 会有点痛 有点小空 24万啊 早知道就让 天津兰卖都不知道嘛 呀呀呀算了 OK 我不辞 一口咧 1500 什么鬼 这什么鬼前半都没有什么跌到攻防 一口咧 应该是会直接把北极大给干到挂掉吧 全部千万的伤害 我们的主角是Junior 结果超级强气的超市狗吉他 太猛了啦真的是太猛了 没得说没得说 哎 强者无敌 OK配上个看路 然后5颗猪 可以 杀 OK 这边的话就 嗯 27万5 没有普助的话 27万5的防御力 收发不错啦 嗯 是相当相当的理想了 那当然这边就为了保命 我就两个Wisp直接开下去啦 因为后面的布啦 虽然说是克属啦 但我不觉得他撑得住 然后加工到底 也一起请下去 这一轮我们就来一个最大发的啦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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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685万 685万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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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rking 以正常战斗力来说 确实是相当相当的顶尖 一定优秀了啦 我还蛮喜欢的 第一个咯 是要 哎哎哎哎哎 中确力 哎哎哎哎 Dione 就是要这样子吗 而且 然后 一起冲 啊 这个真的是很喜欢这一关 你再来 哎呀 你没有做到四连发 给我一个三连发 我也开心啊 哦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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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屁屁個什麼屁 824萬的傷害這樣子就沒有了 不過我們帶拿 我們最後的狗吉他解決掉他吧 可以開到耶 那麼就直接讓他收劈吧 直接讓他收劈吧 那麽北吉他 Sayonara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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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半血的北吉他 甚蘭達 直接被KO 這個 最強的七少年 哈哈哈哈 明明主角是 Dunia 雙人 但是 超級強系的 超四國吉他 沒辦法 強就是強啊 強者永遠無法被掩蓋光芒 就是這個樣子 就算不特地去讓他們發揮 他還是這麽強 只能說 強者就是強者 不過 這個 悟空 跟北吉他 在這一次的修正完成之後 整體的能力其實是拉到非常非常的優秀 而且這一波操作下去 從原本差不多 兩萬 二十 二十出萬的防禦力 拉到一個 二十七萬左右的平均值 我覺得是 相當相當的優秀了啦 在 至少啦 我們至少是 除了Retrozone之外的 各關卡 我們都可以 蠻輕鬆的來使用 嗯 如果是有 普助角色 來搭配的話 就算是在Retrozone 可能來打一些 敵方是屬於 客手的 要不然就是說 前面四關 除了Baby之外啦 第三單活動之前的Retrozone 除了Baby之外 或許都可以有一個 相當不錯的發揮 嗯 嘛嘛嘛 相當給力的提升 相當給力的提升 這一輪 嗯 雖然 歸還給他原本有的能力啦 而且基礎的輸出 大家剛才也看到啦 三百出萬起跳 然後 一路跌下來 五六百萬其實是可以跌得到的啦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 相當好 OK啦 那麽這次的影片 也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還沒訂閱的朋友 麻煩幫忙點個訂閱 謝謝 じゃまたね